今天我们去吃辣东西 出发生涵 嗯 出发生涵 很冷很冷 最好是老板那些 有四川口音啊 又有那些 就等于我们吃粤菜 进去老板问你吃什么 这样你一定不吃了 对不对 哇 大家看一下小行居民楼 下面的一间 寻菜馆 有什么推荐菜吗 所以谁最喜欢 毛雪旺我也喜欢 我们要吃炒菜骨肉 好了 这个我喜欢的 公饼谁怪我 家里做不了了 我看这个颜色它辣吗 如果山菜鱼 这个味道的话还没有 达到四川辣的辣度 四川辣的辣度的话 在广东可能就解释不了 那你们我们等一下帮我们其他蔬菜 按照四川辣度做吗 我能吃辣吗 对 好吧 谢谢 一盆饭 要一盆饭 想唱首歌给他听 小朋友 你师父 我听歌 你好 他很熟 我看到他那一页写了很久 又我坐在这里 真的 嗯 这个仪式一定要到 这个仪式一定要到 虽此但当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洗碗啦 你选择现在这样帮忙洗碗好 还是结尾像嘉昕那样 留下洗碗好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我不帮你们洗碗 你们就不买单了是不是 之后我就去后处洗碗 你出来接我吧 第二天接你 哈哈哈哈 即是 嘉嘉是导演我多久他不学 那你没事啊 我也可以帮你拿机的 哈哈哈哈 你帮我拿机 不行的 你帮我剪刀 帮我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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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 帮我剪刀 帮我剪刀 老伯都知道我们的心意 吃饭才是主题 哇 刚刚接触村菜的时候 听过故事 他们就说 这里送的来友 是有一个民国时期的屠夫 然后呢 他们就有入卖剩很多 就不得的东西 加上一些辛酸的猪虹 一起去煮 那会觉得很好吃 所以这道菜是这样来的 所以每间餐厅 会下的东西不同 但当然现在化了 一定有毛肚 血 然后少少牛肉 有些会下大肠 等等 但这间餐厅没有大肠 只有毛肚 火腿 鸭血 还是猪血 不知道 牛肉 试试 嗯 好吃 嗯 嗯 爽脆的 四川那支 公鼻 试试这个鱼 嗯 好滑 好吃 都可以够了 嗯 它呢 很多配料 你看看 还有这个 芙皮 芙皮我喜欢吃 哇 哇 辣度 我给它8分 直材的话 都7分 可以不可不失 如果毛肚可以更新鲜 就好了 它有 溶水浸过的 就不是我们上去吃的 今天新鲜牛汤 新鲜做的 但是呢 就没办法 因为基本上 在所有的四川菜馆 吃到的毛肚 基本上都是这个 大家这一碗 42元 你想怎样 嗯 嗯 试试一下 爐鱼基本上 不会出差错 嗯 放入口就化了 好嫩 不是很辣的 有鱼味 是腥味 还是鱼味 它是没有去到腥的 就是有鱼的 鱼味 试试试 粉丝 粉丝比较有酸菜味 没有什么鱼味 也没有鱼油的香味 六七分 这个 通常凉拌 除了这个部位靓之外 这个汁也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混合一些 凉拌牛肉的汁 它的醋味不是很厉害 辣油味比较重 和咸鲜味比较多 有这个筋 后面的样子 这个部位是 多辣 是吗 试试 这个汁 正 这个汁很好吃 有点臭 带出更多的香辣口感 而且这个鱼味比较好 包含辣汁 哇 这个汁很好吃 鱼味比较好 鱼味比较好 因为它比我以前吃的很不同 我吃的一丝丝很小粒 它这个整个排骨 因为它是用这个猪筒骨 拆下来的羹 试试这个 鱼味比较好 油炸 然后再炒 再炒 这个反而比较像广东 它不是很辣 它像是普通炒的猪肉 不是我想吃的那种辣度 很有入味 有些酱汁和辣油 它是比较干身 它做法像回锅肉 哇 你也来了 是吗 真正宗的 大家看到 后竞粥的 有料到的 就不是完全一点都不辣 可能你吃一两块 慢慢加一下就有点感觉 村菜馆一定会点 它就是肝炎四季豆 平时我家做不到的 它要用油 拉过这个四季豆 才好吃的 这个看就知道 够了火候 没得住 好吃 村菜 不会炸到很老 干了 里面还吃了纤维的质感 而且我喜欢它的肉 这个反而我是觉得 有正宗的成分 这个是好吃的 哇 哇 真的好吃 嗯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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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做似龙啤的 很奇怪 试试这个 太干了 哦 炸过来 对 太干了 因为这些太干了 嗯 这些可能会更好 这些可能会更好 这个酒汁呢 嗯 这个好吃 嗯 这个香辣 嗯 这个香辣 嗯 这个香辣 一入口之后 弓上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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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鼻子又不像激的那种 所以吃得到 又不算很辣 嗯 其实很漂亮 其实都没够 都没够 还在家吃 嗯 那你吃鱼 那你还可以 还可以 都可以 但是 吃完这些饭应该够 就是我们拍了几期酸菜 这一餐是最令我们 就是有火气够辣的 那我会觉得 酸菜鱼就一样 我这次认为都是普通 其他那几道菜都可以 那个无血旺 或者是凉木牛肉 或者是那个 四季豆 我们都推荐的 那我觉得无血旺的性价比 是可以 42元一大盆 那你再点个青菜 两个人吃呢 这个价位 我觉得是便宜的 那其他就一般般啦 如果你在祖廟附近的 那可以 试一试 如果在广州进来 就没必要的了 但是呢 性价比都还好 这里是品诚记 一见三连点关注 拜拜